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还有九四版《一天屠龙记》中的朱九珍 她饰演的朱九珍像极了从原住走出来的那个蛇蝎美人 贪婪很多 美艳霸气 光是外形就让观众折服 比童俊里叶童饰演的赵敏要美得多 去年四月她晒出了被黄月荣公主抱的照片 之间她吓得花容失色 一心担忧对方会不会闪到腰 同时怀念两人同甘共苦的对戏 还坦言 虽然信里是死对头 但戏外真的超爱她的 想不到才过了两天 她就表示自己哭到双眼大腐肿 而且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也都挂了彩 因打皇冠中巴掌 灰空打到十柱 不小心吃了萝卜肝 种到不行 一切都只是希望戏好 也希望演员及剧组的努力大家能看到 照片中她的中指和无名指明显肿胀 许多网友看到伤视照 忍不住留言关心 辛苦了 拍戏要注意安全 认真的女人最美 但要小心别再受伤了 女星郎祖云也直呼 好硬的萝卜肝 保重啊 一般人只觉得戏中挨巴掌痛 殊不知打人的压力才大呢 又要打得像 又怕打伤人 可战战兢兢了 对此 邝明杰认同不已 留言回复道 就是 加上如果打到人 自己又忘词 天啊 真小找个地洞钻下去 演员张静芝也留言 姐姐保重 我这几天也是哭到眼 尽快睁不开 心疼你 而邝明杰心疼得回 你更辛苦啊 一场戏就拍了三天外景 还要滚山坡加下水 除冷的有危险 我们都要多保重 邝明杰曾是一名歌手 他曾与黄雅鸣组成双人少女偶像团体 城市少女 因为年轻不要留白意去 而走红于演艺圈 但这个团体并没有维持多久 解散后 他又开始踏入了演艺圈 做起了演员 先后参演了在世情缘 超级世家 爱情有点难等多部影视作品 也凭借自己出色的外表和演技 获得了不少粉丝的支持和喜爱 今年他参与了八点档的演出 在天之娇女中饰演名凤 和曾智希饰演的人心是婆媳关系 在儿子为了财产和音符外遇后 始终站在媳妇这边 获得网友好评 不过八点档剧组背负感谢压力 演员身体不堪 负荷事件频传 去年年底他拍戏到一半 也突然因为急性未言 挂急诊打针 让不少粉丝心疼 事后他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分享工作照 表示自己因为身体不适挂急诊 需要打点滴两个小时 不过因为只跟剧组 请了半小时的假 医生只好帮他打了肋骨唇 再赶回去组拍戏 不然半天都撑不过 他也在文末写道 大雨滂沱下 我是用生命在演戏 贴文一出 随即吸引众多网友关心 不少人纷纷留言 希望他保重身体 多抓时间休息 他则透露 还好又去打针 不然真的有神不如死的感觉 有粉丝被他敬业的精神感动 留言叮咙 向你的敬业致敬 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健康哦 很精彩的演出 敬业的你演得很棒 太敬业了 辛苦你了 保重多休息 他则回复 谢谢 演员的工作就是这样 近来他身穿礼服 参加正式场合 好身材暴露无遗 不少人都留言 夸他保持得太好 年轻演员站在他旁边 太吃亏了 2020年 他在个人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组自己的素颜照 并配纹 还是习惯补化妆的自己 照片中 他对着镜头 微笑得十分甜美 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 眼角虽然有些皱纹 但这完全不影响颜值 动领友方的他 完全看不出已经五十多岁了 照片已经发出 不少网友都直呼 很羡慕 一经年过半百的他 还能保持这样的美貌 岁月真是待他不薄 他曾在接受采访 谈起保养一世时自爆 自己是以美拒绝户 虽然他认为 应该利用最新的科技 来保持良好的状态 但无奈 医生说他的皮肤过薄 就连让皮肤紧致一点的 拉皮疗程都无法做 这让他十分苦恼 但其实 他的好皮肤 好状态也是有原因的 他曾透露 自己只有在上镜时 才会化妆 私底下的他 并不喜欢实质抹粉 在感情上 邝明姐也较为坎坷 经历了几段失败的感情 她是妥宗康的学姐 两人曾经相恋过 但却没能走到最后 此外 他还曾与57岁的吴明远 交往过一段时间 但因性格不合 最终已分手告终 2011年 45岁的他 与相恋四年的 全外男友 刘继军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婚礼 令无数人羡慕不已 再已经结婚了 但他心中 还是充满少女心 与老公婚后 生活甜蜜 曾经两人有想过 努力生个小孩 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各种考虑后 协议不生小孩 但这不是问题 现如今 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 月子过得甜蜜开心 近期 邝明姐与杨清佩 两对夫妻 录制一代女王 大谈婚后生活 两人皆表示 虽然婚姻幸福 但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合 还是需要磨合 并傍料 彼此老公结婚前后的差异点 率性言论 笑翻众人 邝明姐与老公相识 20年以上 第一次见面时 男方比较内向 所以没有主动追求 隔了20年 才点燃爱火 两人开始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起初 邝明姐会狂检查 老公的存折布 老公也是 没在怕的 大方给他检查 让大家笑称 真的是真爱 被问到两人 在生活上的习惯 有什么不合 他无奈地表示 老公睡觉怪癖很多 一开始 让他非常受不了 觉得怎么会有人 这么龟毛 太烦了吧 首先 睡觉不能讲话 也不能碰他 若不小心碰到他 会反射性回首 好几次被打到 撒娇讨抱抱 老公却表示 只能牵手 并表示 受一定要在最上面 也是让众人 苦笑不得 虽然刘继军离过婚 还有两个孩子 但邝明姐 还是很爱对方 两人的感情 也一直很好 在热恋期 他们经常因为 一些事情 一间不合而吵架 但这丝毫不影响 邝明姐 对刘继军 满满的爱 他说 老公长得帅 口才又好 是我的偶像 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 但邝明姐和丈夫前妻 所生的两个孩子 关系一直很好 相处得十分融洽 也一直将他们视为己出 这个重组的一家四口 如今过得十分幸福 和老公刘继军 结婚十多年的他 过去曾在节目透露 自己点头喊价的原因 让观众一听直呼 是真爱 他先前在节目 女人要有钱之 五花教主中表示 自己原先是不婚主义者 在与刘继军认识两年 交往半年后 对方却突然向他求婚 但那时候 他并没有想过要结婚 只好说再考虑一下 后来有一次 到嘉义做节目时 刚好到一间求子的公庙 他便想 好吧 就随便求一下 求个给我儿子好了 然后就置脚 两个身脚完 就没脚了 自料治了二十多分钟 都没有结果 身旁簇拥的民众开始起哄 让他相当尴尬 好在此时 有位义工突然出面解围 要他向妈祖询问 是不是身体上面有点问题 如果把妇科问题成长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怀孕了 没想到果真拿到三个身脚 事后 他也乖乖去做了身体检查 医师看完报告后表示 他身上的人类乳突病毒过多 很可能会罹患子宫颈癌 好在目前没有癌变征兆 然后又说 你可以请你男朋友来检查一下吗 直言这种病毒传染途经不少 性交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男生身上 如果有的话 并不会有症状 女生反倒要注意 就算治疗好 也可能会交叉感染 他只好请刘继军去一趟 结果就听见对方惨叫连连 医师告诉他 很少有男性为了另一半 做这种检查 十个老公里 也只有两个 会愿意为妻子这么做 他是你男朋友 都愿意为了你的身体健康 这样做 是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最重要的是 他爱惜你的身体 他最终被打动 点头答应 嫁给了心上人 父亲俩也甜蜜走了十多年 让粉丝都十分感动 直呼会永远幸福的 虽然已经54岁了 但幸福的家庭 乐观的心态 让邝铭吉保持了很多女人 都羡慕的年轻状态 相信就算是到了60岁 他也还是会这样 年轻美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您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请期待